家福基金會今天召開記者會公布 少年生活與法律觀念問卷調查 報告只出近5年內少年觸法類型中 詐欺背信增加22.8% 妨礙秩序增加943.8% 值得關注 那我們也知道少子話是非常嚴重的議題 也是一直被關注的 可是在這個調查報告裡面是看見 我們少年犯罪的嫌疑人 在我們所有犯罪的嫌疑人的 這樣的佔比數是逐年增加 尤其近5年對這種詐欺背信 以及妨礙秩序的特別的居增 12歲到18歲的少年懵懵懂懂 什麼不知道 最愛講什麼 最愛講力氣 充滿了好奇 血氣方剛 很多的熱情 常常一起朋友就 我們去做什麼 不去就是博告醫師 而不然就是你沒用 所以不得不就跟大家去做 可是我孩子常常 在這個問問答查裡面 看到一個部分金錢觀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沒錢 常常沒錢要去賺錢 可是14歲下同工不能工作 那能做什麼 可是我需要用錢 用錢怎麼賺錢 對方來講再有錢賺就可以拿 有時候幫你送東西 送什麼東西 以前我當社工人的時候 我孩子常常送東西 小帥的東西就有錢可以拿 或是大哥跟他說 你未成年 你有事也會沒事 就會單程後一筆勾銷 好像也沒什麼事 如果萬一被抓到口罩裡去 大哥會把你保出來 會把你保護紅包跟你消消災喔 我還有一個個案曾經是 大家不知道即使一起 舉重選舉也突然法律 對我們的孩子這樣不懂 有一次晚上 他就有一個社工老師說 老師怎麼辦 他邊說邊哭 因為我一起去KTV唱歌 不小心大哥跟人家衝突 打死了人 我的孩子 十五四 十四五歲 他不曉得把大哥社工 我說我沒有出手 我沒有出手 我只是踢了一腳 輕輕踢一腳 那個人就過世了 也沒有事 社工只能跟他說面對現實 順話實說 就是你不說沒有 就是路營帶都可以調出來 孩子太多不懂事 其實不懂了就犯罪了 我想待會兒我們的小朋友 也會去用他的經驗來分享 其實對我們也看到出 現在的犯罪也在下降 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嚴重 也值得我們大家要去關注的 所以今天做這個調查 在暑假之前 我們希望透過親子專家 透過警察局的督察員 可以告訴我們他們的事務經驗 怎麼樣陪伴孩子 怎麼樣營造家庭關係 怎麼樣的親子關係 讓孩子去的被基本武功 對法律的認識 對陷阱的辨識 對跟錯 是跟非 能夠清楚的知道 那我們都知道 每度導演告訴我們 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連做人發生什麼事情 大好前途可能就沒了 我們青少年呢 可以告訴你 我曾經碰過什麼事情 那個我突然驚醒 那是不可以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在這個時候 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藉著這個記者會 讓家長們知道 暑假你的孩子能做什麼 家福基金會調查發現 許多的少年出法 皆與金錢相關 通常他們的錢不夠用時 就有可能受到影響 從事如擔任車手 租借帳戶等 詐欺背信有關的行為 平常都花在吃 吃的上面 或是交通費 就是學校離家也得遠 然後還有就是 可能就是網路使用費 或是電話費之類的 那偶爾就是 會貼顧家用 對 其他錢不夠用的話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獎學金 就是努力練習 然後賺取獎學金 然後還有就是 本身有在打一些供 就是接個家就這樣 就是以前會聽朋友說 就是會有一些 因為需要錢嘛 所以就會問朋友說 有沒有一些 工作可以就是 一起做的 對 然後就是 可能會幫忙 拿東西去給別人 對 但是我們就是 也不知道我們拿的是什麼 就是 我們只是做到指定的事情而已 這樣子 很開心啊 因為以前缺錢用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有錢可以用這樣子 那過程裡面你有察覺到 有什麼異樣嗎 前面就是都沒有 因為就是不知道 然後知道後面就是 有跟別人聊到這件事情 別人才說 欸這很危險這樣子 喔 所以是透過朋友的提醒 讓你發現 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是嗎 親職教育講師 魏偉智責霸 北投少福主 陳碧豪獨導員 與少年代表 與會座談 一起幫助少年 遠離風險 也呼籲家長 必須要這樣做 基本上 零用錢的給予 必須 爸爸媽媽要先去了解 孩子的日常生活 例如說 他的交通 他的餐費 是怎麼去出 例如說 他的早餐 是在家裡吃 還是在學校吃 他的午餐怎麼樣 晚餐怎麼樣 然後他的日常生活 開銷 其實是要經過一個一定的 努力的去算一下 然後再給一個孩子 剛剛好 適度的零用錢 因為給太多 他容易當大爺 給太少 他就自己私下想辦法 所以其實是需要 先透過陪伴 透過了解 去給到一個 剛剛好適度的 零用錢的金額 如果孩子 他自己去偷偷 去想辦法去賺錢 那其實爸爸媽媽要回答 我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是什麼原因 他想要賺錢 但是他卻不會告訴我 少年處罰以後 當然還是要到警察局 派出所去做筆錄 那完成這個筆錄以後 警察會把這個筆錄 移送到少年法庭 那接受一些調查之後審理 那最後會給予一個保固處分 那在這段審理的過程當中 也會有機會接觸到少年輔導委員會 我們有社工會進行一些服務 諮詢或者是開案輔導 來幫助這些少年 他遇到這個少年司法流程的時候 有一些恐慌 有一些不清楚 或者是家長不清楚的地方 我們都會協助他 其實這些少年 他們處罰 他們其實大多是來自於 他們不清楚一些法律的知識 那也有一些觀念不正確 家庭疏於管教等等的 那他們其實是很可愛的 那他們經過一些補導的時候 都可以發現他們會有新的一些生活 那所以他們其實是欠缺一些陪伴 欠缺一些觀念上的一些澄清 或者是知道一些法律的常識 那知道說他們好像誤觸法往走偏的路 認識一些壞朋友造成這些事情 所以我實在覺得說 其實可以多多提醒他們 多多陪伴他們 都可以幫助他們再走回正路 另外像是少年容易觸法的 妨礙質詢案件 青少年小夫和小鐘 也有類似情況出現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 可能就是班上的同學 就是在班上 就有些衝突爭執這樣 那可能就是 就是如果好好溝通的話就沒事 但是就是沒辦法有效溝通 那就是 就是草告後面就是有動起手來 那就是之後他們也有就是 就是在校外就是 約劇中都有這樣 就是兩方人馬都是 就是兩方都有去互相約人這樣來 那那時候就是有 頭一個同學是問我說 要不要去幫他這樣 但我覺得 就是覺得這樣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就 以就是 我要念書 就是我要認真念書 那可能我要去上級班 然後時間沒辦法 就是對上這樣 然後就是 玩具在他這樣 他也沒有明白說要去幹嘛 他說 欸今天剛好有事 要不要一起去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跟朋友一起騎車 然後就去 去什麼一個地方 然後就 結果看到很多人來 然後以為可能是要 什麼烤肉幹嘛的 沒有 是要就是 類似聚眾鬥牛 但是 就是站在旁邊 就是因為 他們就是覺得我長得高 然後站在旁邊 就有威嚇的感覺吧 對 所以就會找我去 如果孩子出現這些情況 則爸和校府獨導員 也有一些技巧 提醒家長注意 幫助親自溝通與互動 青春期的孩子 他其實就是一個準備 要邁入成人的孩子 但是他雖然他的外貌 他的身材 他的身高 好像跟一個大人無異 但是他的內在就是一個 尚未完全自律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時候就非常需要 爸爸媽媽的一些 就是剛剛不斷提醒的 陪伴跟對話聊天 為什麼 假設你剛剛 那個 一些例子喔 孩子突然有一段時間 長時間不在家 或者他的身上 一會兒來出現一些傷痕 或者是 明明都給他午餐前 但是他怎麼 越來越瘦 那其實這些都是 需要爸爸媽媽的觀察 然後來做一個好的詢問 例如說就是 孩子你怎麼了 你是吃的不夠多嗎 還是怎麼樣 都可以先詢問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事情 孩子他並不是不想說 而是他擔心說了之後 可能會有不好的後果 例如就像剛剛調查所說的 他可能會被罵 被打 甚至會被嚴重的處罰 其實每一個孩子 他的內心的世界 都很希望被自己的爸媽 理解更可 其實這是渴望的 但是就是因為 他擔心他講了之後 可能會有些不好的對待 所以他才會選擇不講 這就會變成很可惜了 爸爸媽媽跟孩子之間 雖然孩子是青少年了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他有他很多的同儕的交際 但是只要他在家的時間 我們都一定要好好的做到 放下手機 約束孩子的手機使用 然後我們可以跟他一起做更多 雙方都有興趣的互動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要有很多的聊天陪伴 需要教養的時候 我相信爸爸媽媽在忙碌的日常生活當中 當孩子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一定會有情緒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教養不是只有打罵吼唸 我們的教養最重要的是 要讓孩子感受到 我們為何要管教你的良善動機 那這個時候有個前提就很重要了 就是爸爸媽媽自己的情緒 是否是穩定的 所以我這是一個小小的建議跟提醒 就是要去跟孩子教養的之前 一定要先讓自己的心情是穩定的 再去跟青少年對話 否則很容易因為 青少年的一個翻白眼 一個好煩耶 然後就很容易抓起來 所以大人的情緒穩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如果青少年很在意 爸爸媽媽可能之前有罵過他 念過他說過他什麼 他是有受傷的 或者是在管教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確也罵了念了 或是處罰了一些不好的方式 一定要記得跟孩子道歉 平常習慣用三級預防的概念 那就是在初級好像是 好像所有的學生 針對所有的學生都還沒有發生事情之前 我們就會進行普遍性的宣導 基礎的法律常識 對樣的觀念 犯罪手法 我們都會讓同學們有機會知道 那也會辦理親子講座 社區宣導 或者是校園宣導 讓所有的學生跟家長 都能夠先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來事先預防 那我們也會辦理一些活動 透過有趣的一些遊戲 團體活動 一些影片 或者是我們辦短文比賽 漫畫比賽 這些來增加他們有趣的吸引力 那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他們 能夠澄清一些觀念 那如果真的是已經有一些處罰 高風險的一些少年的話 我們會進行開案輔導 來長期陪伴這些孩子 那我覺得 因為我們服務的過程當中 有接觸到許多的少年 他們處罰以後 跟我們分享一些他們的心聲 他們會說到 為什麼都沒有人提早告訴我們這些事情 那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或者是我以為沒有人關心我 我以為在這些危難來臨的時候 我不知道該跟誰求助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也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這些損友就會提出一些歪主義 那我們這時候就要呼籲所有的家長 一些師長們 我們要不斷的很有耐心的 花時間的告訴他們這些嘗試 包括法律的知識等等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他們 遇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向誰求助才是正確的 千萬不要在為難的時候 就覺得啊 我就趕快在網路上 亂找一些資訊啊 我就問一下朋友啊 其實最好的朋友 就是問爸爸媽媽 就是問老師 他們可以告訴你們 比較正確的答案 家福基金會則提出安心三計 包括具備法律知識 主動諮詢求助 家人支持關懷 協助兒少做出正確判斷 遠離風險 記者問軍 台北報導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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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傑